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在我身后坐着的 坐到这个水塘边上的全是我在柳平的老家的父老乡亲们 在黄总的支持下 我们为我的家乡做了一件小事 就是把这一个养育我们又一代人的这么一个小水塘 我重新把淤泥清了 重新整理了以后聚上了清水 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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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捡到这个水塘就是很高兴 谢谢他们的领头 帮你们几位 也 帮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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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 谢谢 心里是很牵挂的 你知道吗 这一遍是一大天干的时候 我一直有那个想法 我说哪天我有能够把那个水塘给动一下 弄的 我们也许可以不用 但是我们不能没得 得就像是打飞一样 是心里不光的嘛 这个事情我也是说 代表我们的那些活了相信 对你表示一个感性 这件事情 对于许许多多不缺水的人来说 没有体验过缺水到底是用什么样干涉的人来说 也许他不会觉得不会有什么功力 但是对于我们牛皮人来说 从小调水吃 就是害怕天寒的这种成长经历 所以说这个延堂 今天我们把水关起来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大家共同地把爱喜好 这个水塘就是给我们牛皮预备一位妈妈 我们把它尝钱地看好 我们在有个小福音 放下来 我们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几天 在那个小谣 中间的大口 我们在一起 我就找一家 我们在哪一家 它就要 我们在一起 它 我们在一起 来 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